只要胆子大,清明九天假 只要够牛逼,放假到五一 意志不脆弱,假期到期末 要是在邪恶,上学哪有课 是谁写的 你们一个个穿得跟相亲似的 表情跟奔丧似的 上课风都推得倒 下课狗都撵不到 上学的心情比上坟还要沉重 咱们清明放假 是为了弘扬孝道亲情 不是让你们回去调皮的 之前看过这样一个笑话 说若该年后,墓碑上只刻二维码 路过时拿手机出来扫一扫 一生的故事就出来了 爱过谁,恨过谁,还牵挂着谁 简称为扫墓 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做了 更搞笑的是 前几天,我一朋友去买祭品 看到居然有纸糊的苹果手机 朋友就问老板 收苹果手机,那老祖宗会用吗 老板说,乔布斯都亲自下去教了 你还操耐心,要不你下去去教 朋友就买了一个,刚付完钱 老板就提醒,买个手机套吧 下面蛮潮湿的,朋友直接郁闷 老板接着说,再买个蓝牙耳机 或者是有线耳机 最近下面也出台了新交规 开车打电话,抓着眼 朋友再次屈服了,就又买了个耳机 老板继续善意的提醒道 最好再买一个充电器 不烧一个充电器过去的话 回头祖宗找你要,可就不好了 光找你要还是个小事 如果说叫你送去,那就麻烦了 朋友就怕祖宗叫他送去 只好又买了个充电器 朋友顿时无语了 但付钱的时候,朋友跟老板要了一张名片 说跟祭品一块烧给祖宗 如果说手机出了问题 就可以找你来保修了